各位, 和大家看看C-Physics Paper 零零的第五條 An astronaut lands on the moon and finds that his weight is about one-sixth of death on the Earth 現在是我的太空人現在到了月球 就發現他自己的 weight 是地球時的六分一 這也是我們平日經常說的, 都常知的一件事 現在就說, which I find deduction is correct 是他們的推論, 不是說你對就對 是要因為這件事而我們推論到的結論才是對的 現在選擇結論出來 第一, if he flows an object upwards on the moon It will reach a higher level than throwing the object with the same speed on Earth OK, 那是否就是他扔上去的時候, 他可以扔得高一點 當然, 他說當然是用同樣的速度 即是說, 他的 initial speed 是一樣的 那麼這件事 是否可以飛得高一點呢? OK, 這個也很靜路推斷 那是否這個結論呢? 這個結論其實現在說的是什麼呢? 是他的 weight 在 moon的時候 其實是地球的六分一 OK, 而我們知道的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他的 mass 是沒有變過的 那麼 weight 就是 mass 成為 Acceleration due to gravity 也就是告訴你 其實在地球的 Acceleration due to gravity 是大於月球 就是地球的六分一 OK, 而我們扔上去的時候 那是否就是會扔得高一點呢? 那, 如果我們很靜路推斷呢? 那就是的 但是如果我們用回數字的一個想法呢? 可以利用回數字的計算一下 它走的Displacement OK, 那個u是一樣的 OK, 那麼計算一下它走的Displacement 那直至到它是什麼? 它要最高點的時候, 那個v是0 所以v²等於u²加2as OK, 那個v是0 那, u²是一樣的 那, 接著呢? 那這個負2as 那, 因為我u是向上 我的a是向下 那, 所以呢 其實這個負2as OK 那, 所以呢 其實呢, 我們看到了 這個2as 那,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那,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那個g呢 如果是小了 因為這次是moon的時候呢 是小了的嘛 那, g 是小了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s就會大了 那, 因為那個u是一樣的 那, 所以呢 好, 數學上呢 我們數字, 數字, 數字 那樣的推斷呢 那,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結論的 當然啦 我們都可以用Energy 那角度去說啦 那, 就是一樣的 第二啦 If he release an object on the moon it will take a shorter time to reach the ground that releasing the object from the same height on the earth OK 那, 是不是短一點時間啦 OK 那, 又想一下 如果是合理的正常推論呢 應該是什麼 我放手 它是 就是自己的感覺輕了 那你舊東西的感覺好像輕了 那你是不是有sort time sort time sort time就是什麼 快了跌到地 伏了一聲跌到地 那, 在正常推論 正常我們感覺 這個感覺來的呢 就似乎不是啦 那, 接著我們用一個數色一點的推論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關於時間嘛 這個有一樣高度嘛 OK 那,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那, 接著有關於A 那, 我們就是可以 用這個 x等於 ut 加2分1 at square OK s我們走的 是不是 the same height OK s走了一樣的距離 u呢 是Releasing the object 所以u是0來的 沒有了這個東西啦 跟著呢 這個2分1 a就是g ok 然後t呢 和sort time 是不是sort time 那, 這次就是一樣 g呢 是大了的 這次 sorry, 小了的 這次 那, 那個t呢 就應該是大了 大了 所以應該是longer time OK 這個設計 小了 這個大了 那, 這個也是一個 數色上面 我們推論到 這件事是錯的 ok 那, 跟著啦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 2是錯的 那, 其實1是對的 那, 應該是A的 我們看看第三 那, 第三 它說的 maximum weight he can live on the moon is greater than on the than on earth 那, 那它最大的 可以拿到 waist 是大了 ok, 那我們要講 它拿起 waist 拿起那件 那, 其實要講 什麽呢 我們將 object 由地下 即是拿到 人的高度 它的高度 好 ok, 那的時候 那, 我們要講 當然要講 它給了多少 energy 因為高度 改變了 ok, 那我們 假設它在地球 的時候呢 其實它最大 可以給到的 energy 就是這個 我拿了 h 那麼高 那, 所以它可以 給得出的 energy 其實就是 這個 object 拿了的 energy 就是它的 pe 就是mgh 或者是 weight h 這個呢 其實已經是 maximum of 這個人 可以 給到的 energy provide 到的 energy 就是weight 成分 height 去到這個 高度 ok 那, 接著 去到月球的時候 又會怎樣 去到月球的話呢 我也是拿回一樣高度 ok 我也是拿回一樣高度 因為我們要比較 我們拿回一樣高度的時候 其實它 meximum 是給到的 energy就是這麽多 拿回一樣的高度 那就是我一樣 是拿回一樣 那麽大的重量 ok 那麽我見物件的重量 就是我拿到的重量 其實是一樣大的 ok 那麽它去到月球了 大了 大了 氧氣罩 那麽我們拿到那個weight 其實是一樣的 見物件的weight 是一樣的 不過呢 不過是什麽呢 就是它的weight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因為它的g呢 是小了 好嗎 所以其實呢 它可以拿到的mass 是大一點的 但是呢 它的mass 大了 但是它的weight 是一樣的 那麽所以 是不是maximum weight he can leave 是greater呢 就不是的 它其實它的maximum weight 是一樣的 ok 反而是什麽 是greater呢 其實是個mass 這個maximum mass 呢 是可以greater的 ok 那麽所以呢 就是這樣 我們要考慮 energy的角度 那我們就可以判斷到 這句說話呢 是錯了 答案呢 就是a